看 不到五分钟就勾勒出品牌招牌公仔小鼠 大大的耳朵看起来有点像米老鼠 但是细看脸部神韵却像原子小金刚 这个卡通人物综合体其实带有故事 小鼠他其实在有一次我们有一个设计的需求 是我们特别想替考生打气 那我跟他现在在瞭望 那我们想到考试就是一个头两个大 所以我们就把小时候最喜欢的考通元素 全部集结成一个角色 他就是潮牌Stay Real创办人之一不二良 看不出来已经38岁 大学就念美术系 原本负责设计五月天周边商品 直到2007年才和高中好朋友阿信成立了这个品牌 刚好有一个契机是那时候 五月天正在拍摄他们第一部演唱会的电影 那时候他有一个服装上的需求 因为那时候他要扮演一个地球的反抗局 所以后来我们想说那我们自己设计好了 阿信那时候就想到说 如果这个往下的通道第一个要够宽敞 所以我们特别把这个地方设计的比较是容易下去的 以及这里的颜色 所以让他觉得下面是有更多有趣的东西 等着他去寻宝 伯二良学的是美术设计 阿信则是学空间设计 两位好朋友几乎是相辅相成 不同于多数品牌是从网拍打入实体店面 阿信和伯二良选择反方向操作 那我们自己又不希望说这些商品 它是只服务某一种类型的消费者 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广泛的通路 能够认识它 所以一开始我们就排除了网路这个形式 可是当然中间可能还是有一些 在这之间的消费者 他会不太容易买到 所以那时候才开始产生了 用网路去弥补这个服务上面的不足 如今每年营业额大约7亿元 当中网路就占了三成 今年更拿下网购最受欢迎品牌第一名 不想让品牌被定位为阿信的店 因此店面或广告都看不到阿信身影 让品牌走出自己的路 三立学员林宗宾的现在看不到